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了很多次也拿到了我们WF61公斤级的洲际金腰带 WBC的冠军 It's Showtime的冠军和Line Fight的冠军 这位选手的水准可以说在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可惜这个选手来自于荷兰 荷兰的平均身高非常的高 在数据上可以达到1米8多 塞尔吉奥被称为小不点 在61公斤级这个级别可以说在世界级别上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 王文峰2013年中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 打法相对比较硬 特别是腰的部分比较硬 不太擅长做摇闪 比较擅长做硬弓 61公斤级的比赛 塞尔吉奥虽然外号的小不点 这位选手其实尺寸并不是非常小的 身体的维度肌肉解析都非常的好 典型的这种荷兰式的方式 加上这个泰式重击以后的改良 可以说塞尔吉奥的这个打点和这个重击能力呢 都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实际把控也很好 王文峰这场比赛面对的对手其实有点强 截腿扫踢 两个人都踢空了 整灯控一下 因为这场比赛呢 我们看到的塞尔吉奥都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塞尔吉奥 所以两个人我们要看的时候要多注意双方下肢的进攻方式 吸腿是泰拳最主要的得分点 特别是双方在内威克林驰以后的脚缠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方式 由于是纯泰规则呢 我们在比赛中就不会被限制这个联系 包括这个接腿后的几次进攻 整灯控一下 两个人拿到那围王文峰的那围技术更好一些 我们看 因为欧式的选手呢 他们在那围脚缠上 并不太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纠缠 他们更希望有快速打击 王文峰后手塞到了 又一拳 做了一个顶肘被对方挡不住了 哦 塞尔吉尔的白招 第一回合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王文峰打得不错 在这个泰拳的比赛里面呢 跟自由搏击不太一样 我们要的是重击的数量和有效数 我看这个扫梯 如果扫梯抡出来 清晰 有效 或者对对方身体造成的位移 都会被视作有效进攻 是据我所知也是打泰拳缠麻的选手里边 非常出色的 那纯泰的比赛跟自由搏击的比赛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规则的掌控 和分数的判定上有比较大的区别 对于派分上的下肢的进攻技术 会更加被认可 扫梯 王文峰的后手 中段 低段 高段 换一个 敌位扫梯 王文峰没上上卷 后手拳 跳席 漂亮 后手 我们看塞尔吉尔看来 并不精于这个泰拳的内围脚缠和顶系 如果精于这一项的选手呢 会在内围脚缠的时候 让你非常的有无力感 而且这种吸呢 会从各个角度插进来 会对整个的心理会有很大的影响 前手塞了一下 我们看双方的角力 塞尔吉尔做了一戏 横肘被塞尔吉尔的竖线的防御挡住了 防肘的这个方式就是做对方的切线 就是做对方的这个交叉线 对方用横肘呢 我就用竖着打 如果对方用前顶肘我就用横着打 这样的话才能好挡住 但是因为肘的运程路线很短又很隐蔽 加上这个肘肩很锋利啊 一般来说打到的以后 很可能对这个面部造成这个割裂伤 后手 地扫 塞尔吉尔 两个扫梯没打到 后手拳 前扫 这场比赛我觉得王文峰打得不错 塞尔吉尔在自由搏击的表现呢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很隐蔽 快速连击能力都很好 但是在泰拳的表现 我们也是首次见到 王文峰的后手的顶肘 我们说盘肘和顶肘 盘肘是横向的 横向扫过去 顶肘是自后往前的 而且手是摸着自己的耳朵部分 把肘肩朝向对方的这样 有点像动作这个鸡脚的这样的一个防御 正当控一下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王文峰的表现我觉得很好 至少在目前泰拳的规则判定下呢 王文峰的差距并不大 应该多做一些腿法 因为在泰拳里面拳法的判定分数会相对比较低 好 前盯肘 我能控一下 右顶没打到 这个打肘一定要隐蔽 如果太远的运程 两个人眼神中 有点斗气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能不能看到王文峰的这个肘法的运程 这个是我们观众朋友 应该是平时不太多见 那塞尔吉奥的这个中段扫 也不错 对王文峰接腿以后反了一个扫屁 让他这个飞席很漂亮 这场比赛的差距并不大 而且我觉得王文峰的第二回合表现 应该更好比赛而是 财阁的 booster aan Ford 裁判对两位选手进行了这个规则的再一次的强调 作为泰拳手来说第三回合的常规来说会发力 王文峰前后手扫踢非常漂亮 又一次 塞尔教想用内围吗 没有 因为王文峰比较喜欢用这个盘轴 所以塞尔教我们看往里进的时候都是两个手 竖直上上的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王文峰的这个比较突变的肘法 什么换拳 塞尔教扫踢 在泰拳的比赛规则里 砸肘砸到了后脑 这个非常危险 塞尔教的这个姿态倒也放得很到位 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这个接腿后摔法 这 哦 塞尔教的横招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 泰拳规则里是可以砸走的 但是砸走不可以砸后脑 可以砸这个上盒 头顶 刚才王文峰做了一个追击 那这个追击有一点危险 这个取决于塞尔教当时的两手着地的瞬间 是着了还是没着 如果着了地 那这个算犯规 如果没着地 其实在泰拳里可以追加 还有一分二十秒 地面的确是本场比赛的最大影响 影响的这个因素 前后手挡不到 哦 前顶 打到了 看面部上塞尔教没什么问题 哦 塞尔教刚才一个转身的白肘 前后手的打击还有四十秒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王文峰来说 我觉得这场比赛 无论输赢 王文峰表现的已经非常棒了 面对目前四个四条金腰带的得主 王文峰的表现并没有产生我们赛前预测 或者一边倒的情况 很漂亮的一场比赛 而且目前我们看在整个态势上 是王文峰还处在攻势 这场比赛如果是自由搏击的规则 我觉得王文峰其实 盛面会大一点 如果要是泰拳的话 我们还要考量在这个扫梯正灯的运用 因为塞尔教的下肢进攻数 可能比王文峰更多 但双方的攻击数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定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很漂亮的比赛 而且王文峰也用这场比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看一下慢放 扫踢 后手迎击 低扫踢腿 对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结果 这场比赛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场比赛的优优独播剧场 这场比赛的优独播剧场